快递来了 有三个对吧 对呀 小姐姐找我预定的 Cucci1955小方包到了 我们来给它开箱 先验货 里面还包了一层 让它拿出来 哎呀 出来了 这一款是全新未使用的 所以像这种全新包 我们要给它过关的就是 第一个确保 这个包一定是全新的 第二个确保这个包 没有瑕疵 第三个确保这个包 是正品的 符合这三样条件 我就帮小姐姐安排发货了 因为它不方便过来 它住的地方离我们这里还挺远的 我们先看这个防尘袋好了 防尘袋也是有鉴定点的 这五个英文字 它的鉴距都是一字的 注意观察它的比例 正品就是这个形态的 它的C这两个口 包括这个G 接口的地方都是很尖的 然后这个U 左边粗 右边细 所以这个防尘袋 我看了 是真的 再打开看一下这个包 全新的 崭新的 你看哎呦 还有几个说明书掉下来了 这三本是Cucci的说明书 这个全模包裹的 我们首先 是检查它的外观 是否全新 是否有瑕疵 这四个边角 包括侧面背面 我们都要看一下 这个外观是没有任何瑕疵的 就是符合全新的 下一步我们开始鉴定这个包了 首先它这个金属扣就是一个鉴定点 我们注意观察它这个扣子的颜色 一定要比黄金的这个颜色稍微要淡一点 你的包拿到扣子的颜色 跟这个黄金一样发黄的 那明显就不对啊 然后用发大镜去看连接处的打磨 以及金属内圈的这个工艺 是否有金属堆积 扣子的连接的地方 都是打磨得非常精致的 内侧的倒角 都是做过金加工 金打磨的 所以这个扣子肯定是真的 我们再打开这个包 去闻一下它的味道 假如有臭皮革 臭胶水的味道 那这个包验都不用验了 一定是假的 来打开 闻一下啊 没有那个臭胶水的味道 是正常皮的味道 然后我们看这个字体 鉴定这个字体啊 我们注意看这个R 它上面一定是平头的 就是一根杠啊 然后这个R这个圈 是非常圆的 是正圆形的 包括跟两个C啊 填满是一个正圆形 这个字体肯定是没问题的 包括皮镖的这个阿拉伯数字啊 都是独立一个一个给它烫上去的 所以它并不在一条直线上 仔细观察的话 有高低的这个差异啊 这个皮镖 也是符合正品工艺的 还有鉴定点 我们要看这个扣子 金属扣啊 刚才也是提到过 像这种金属的地方啊 我们一定要观察它的内导角 是否经过抛光打磨 这个内导角也是符合正品工艺的 没有任何的金属堆积 这里有一个金属的小扣啊 也是鉴定点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 它这个金属扣 边缘是非常的圆润啊 并没有这个棱角分明的感觉 所以这个扣子 也是符合鉴定点 所以这个包啊 它是正品的 我现在给小姐姐打个语音啊 通知一下它这个包 到了 喂 你好 你好 你那个包我刚给你验好啊 都给你把关好了 外观检查过了是全新的 没有任何瑕疵啊 真假也给你鉴定好了 正品全新的 你是打算过来呢 还是给你安排发快递啊 你发快递吧 发快递对吧 那今天发的话 应该明天能到的哦 明天能到的 好的好的 嗯嗯嗯 那还有那个4,900对吧 定金是付了3,000吧 对的 会管 确认一下 对 会管是4,900没错 好的好的好的 嗯嗯嗯嗯嗯 你到时候地址和联系 电话联系的人都发一下 我今天 给你安排快递过去啊 嗯嗯嗯嗯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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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客气 那我挂了再见 然后这个包呢我重新给它整理一下 放回去保持原来的状态 这个纸放在里面 说明书是在这里的 这层塑料膜是这样子的 给它塞进去 它是塞到下面 这个肩带的膜也给它套回去 原来是这样子折叠的 把它围起来的 放回防尘袋 好了我现在喊个快递 给小姐姐发过去 快递小哥来了 是包对吧 对就这个上海的 全新的 把它塞好了 它就打开了 好了OK了 快递已经给小姐姐安排发出去了 明天应该就能到了 希望小姐姐用包愉快 来吧